其實大家都知道在香港做什麼都難 其實做什麼行業都很辛苦 你覺得做時裝設計師難不難呢 為什麼還可以堅持到今時今日呢 其實在香港是難的 做時裝設計師是很困難的 因為香港太快、太急、太趕錢 所以其實是沒有時間給任何一個設計師 或者從事創意的人去到儲點東西回來 所以在這裡你只可以更加努力、更加出力 才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為什麼會堅持到今時今日 是因為你在這個地方長大 就是你很希望自己可以和身邊所有的人 或者向這個世界說一件事 就是我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近年大家都說 本地時裝設計要支持要支持 那是不是因為說得多之後 你覺得陳都是不是真的有多了人支持呢 近年是很多人的口裡是支持本地設計的 很多人都說香港本地設計很好的 大家都需要去支持 但是原來大家只得一把口去說 但是實際的行動其實我又覺得不太見得到 如果你說你們很支持本地設計的話 我很希望你們真的可以用心去看看香港的設計 去到2017年香港回歸的20年 那你覺得香港還有沒有希望呢 如果有的話 你覺得這個希望是在哪裏 是不是在澳門來的 你覺得香港是否有希望的 這個問題很入心 因為其實當你生活在香港 三十九年 我現在說我三十九歲 那其實我的確是很希望香港 是有一個對香港是很有希望 很有期望的一個人 那香港是否還有希望呢 我會覺得是有的 而這個希望是由哪裡來的 是由每一個在這裏出生的興奮